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深港点金 我是药材证券的A股分析员薛圆圆 那么我们今天呢将会承接上一期的节目去跟大家进一步探讨一下电影行业 本身所存在的一些利好因素以及风险因素有哪些 我们首先来回忆一下在上一期节目中呢 我们跟大家提到了关于电影行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产业链情况和它的一个运行状况 那么还有它的一个利润分成 那么我们也由于时间关系呢 跟大家简单去介绍了它的一个行业特点之一二 那么今天也是来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一点是关于它行业特点的一个票房时间性和周期性比较明显 那么这一点呢在途中是可以体现的非常明显的 逢年过节 大家喜欢全家老小也好或者是情侣模式也好呢 去看个电影消遣一下 那么这样的一个动力呢就成为了电影行业的一个主要的利润取动因素之一 另外一个行业方面特点呢 是关于优质IP的一个价值 商业价值是不断凸显 那么IP所谓的知识产权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更多的包括 就是所谓的我们谈到的一个知识产权 那么它所包括的领域呢其实远远设计在动漫影视文学游戏电影等多个方面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近年来好的IP由于它能够聚集很大的一部分的一个广大的群众基础呢 也就使得许多的一些制片方也好发信方也好是争相抢夺 那么有了一个好的IP呢其实相对来说可以拥有一个好的保好保障的票房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广泛的产业链 这就是我们所昨天涉及到的说这样的一个IP形成的生态圈 那么就使得多方面的一个包括这样一系列的业务在内 它能够形成一个多元化互动结合的方式去促进这样一个产业链运行 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谈一下第三点 就是关于它整个影院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不断扩张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图中看出来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呢2012年到2013年这样的两年以内是集中来说各地电影院不断扩建的一个高峰期 那么12年13年的时候呢票房也是随之暴增 其实我们看到那两年包括其实在1415年的时候票房也是非常之强烈的 那么很大一个因素是由于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影院 尤其是三四线的一个不断发展的一个影院建设规模是有密切的相关系的 那么我们看到三四线城市在12年13年这样的一个比例不断加速的一个情况下呢 也是非常的极大的促进了整个影院票房的一个推动情况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在15年确实是有一定的放缓的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线呢从10到15它的一个趋势是不断走缓的 那么近年来呢也看到影院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它其实空缺我天太多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设施的步伐也就相对慢下来了 不过我们看到前几年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15年全年中国内地院线总票房444亿元这样一个数字的情况下 三四线级以下城市占据了155亿元 那么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可观的 那么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也是超过了一线城市的票房比重 所以看到其实在近两年以来呢 中国的一个整体票房是相对不错的情况下 其实很大程度是由于这个原因去推动的 那么基础设施建设测试的扩张建设呢 就使得这样的一个票房在隐形中无形去拉高了 那么可能三四线的一些包括青年人也好 老中老年人也好呢 没事下班去看个电影 这样一个大的群体呢就构成了票房的一个主力 这是涉及到的行业特点的第三个方面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一个趋势是什么呢 14年以后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增速是慢下来了 那么慢下来之后呢 人们对于整个电影院的观感不再是之前的说 我作为一个消遣的方式下班之后去看一下 而是更多的开始强调电影的一个质量 口碑 所以说呢质量和口碑就成为了更多票房的保证之后 我们看到影院的一个设施规模建设也好 还是票房整体也好呢就有了一个减速下缓的过程 那么另外一点也来谈一下第四个特点 就是跨界融合加速在线购票比例较高 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想和大家重点谈的就是我们知道 其实近年来我们发现买电影票的方式是越来越便捷 甚至你打开手机开一个apps本身就可以直接购到票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在线购票的一个比例不断提高 那么在线购票方面呢移动购票的一个比例也是不断上升的 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影视企业和互联网公司在近年来开始了不断的一个跨界合作 那么互联网也是渗透到了整个包括制片发行放映的整个产业链的方方面面 那么利用网络平台这样的一个聚重优势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行业的重塑和布局 那比较重比较突出的阿里影业 我们知道阿里影业本身也是基于互联网要构造这样的一个娱乐生态 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是看到其实有一个情况就是近年来反复提到的票补 那么什么为票补呢 其实就是我去出资方我帮你去进行一系列的补贴让你观众去看电影 这样的一个方式一方面能够保证他票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运行情况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能够打开他的一个市场份额 那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票补其实也是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近年来的一个票房不断高涨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夜问三之后呢 国内的一个票房注水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整体相对比较减少了 因为当时其实闹得沸沸扬扬口碑方面也是相对比较差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其实偏方跟售票平台近段时间以来 尤其是今年以来呢开始逐步趋于理性 那虽然票补的现象依然还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无论是票补的规模也好 还是他补贴的一个幅度也好呢 相较前几年的时候是有一个大幅的下压的 那么另外的一个特点也是跟大家谈一下全产业店的一个延伸布局情况 那这一点其实重点想说的呢 就是我们昨天也跟大家提到的近段时间比较著名的就是华谊跟万科之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很大程度上是华谊我作为制片方跟发行方 没有拥有你下方院线去安排电影这样的一个权利呢 那我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吃亏的 所以这就涉及到近年来整个电影行业的一个趋势 就是开始向全产业链去布局 那么中影跟上影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两个例子 我们看到中影他现在所包括的一个业务范围也好 或者他设计的一个领域也好 从制片到发行院线影院电影放映设备演绎经济电影衍生平等多个环节 基本上是包括了电影产业链的方方面面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存在下呢就能够使得他自己本身能够控制整个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话语权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对于自己而言的一个上下游的一个成本方面也是可以得到一定的削减 那么同样的还有上影 那么上影的三大定位也是发行公司加院线公司加影院管理公司 这样上下游一致 因为昨天我们其实也提到过发行公司现在的一个话语权相对比较强 那么院线方面的一个竞争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当我同时能够拥有这样两者并且同时在一箱结合的时候呢 我的一个整体的优势就能够体现出来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看到其实华仪光线和博纳影业在制片和发行方面呢 也是开展了一个全方位的布局 当然他们的一个缺陷其实也是比较明显 就是在下游方面 尤其是院线控制的一个话语权方面呢 其实这一块还是未来有待加强的 那么这个就是整体的一个行业情况 那么聊完了行业特点之后呢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电影行业本身所存在的一系列分险因素 那么首先一个就是今年已经非常明显的一个状况 电影市场本身它的整增速是放缓的 那么票房不及预期 这个也是今年整体的一个情况 那么为了说明这一点的一个整体因素呢 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直观的图 这个是2015年到2016年前十一个月整体的一个月度票房状况 那么我们看到蓝色的线是15年 深蓝色的线是15年 浅蓝色的线是2016年 二月份的时候相对比较突出 大家应该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周星驰的美人鱼上映 那么当时的一个30多亿的票房呢 直接使得2016年的一个二月成绩是非常显著的 但是除去二月份之外呢 我们看其实今年的其他时间段浅蓝色的一个数字 其实一直是保持在相对比较弱势的一个水平 那尤其是包括今年的一个暑期档也好 还是国庆档也好呢 表现的都是相对差强人意的 所以16年整体的一个票房来讲呢相较相较于15年来说 它的一个发力也好或者增长空间也好 都是相对下降的比较明显的 那么这个是风险因素之一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盲目的追求IP 其实我们看到刚才也提到很多的一些制片方 为了去寻求IP背后的一个商业价值 开始大幅的去争夺这样的一个IP 那么这一个IP效应的争夺背后所直接呈现的一个因素呢 就是导致影片的质量可能会下降 那么我们说质量和口碑一旦受损呢 票房方面也是会得到一个相应的一个负面的评价 那第三点就是政策因素的不确定性 我们知道其实在内地方面的 贵于电影的一系列监管和审核还是非常严格的 那么一旦说出现这样的一个监管方面的红线 你被触判之后呢 那么这样的一个电影可能所前期再来的成本就会非常之高 那么后期呢也是面临一定的一定的不确定性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受到好莱坞的海外大片的冲击 那这一点我个人认为 其实它的一个影响力并不是非常大 且不说它的排片率方面也好 或者是它的一个上映时间也好 本身国内就有一定的控制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也觉得好莱坞这些大片 其实它引进的也并不是非常之多 一般都是口碑非常好 然后票房位非常高那么几部 那么就看这样的几部大片而言呢 它其实对于整个中国电影的市场 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那么谈完分析因素之后呢 我们也是来给出我们关于这个板块的一个整体建议 那么这个行业来看呢 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它是深港通的一个TMT的特殊标的之一 M Media 也就是我们说的传媒行业的一个电影行业 那么本身是具有它的一个稀有性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受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大背景的影响呢 我们认为它目前为止的一个增速是相对放缓不及预期的 所以我们给出整个的一个板块呢 它的一个建议是中性观望 但是基于这个板块整体中性观望之中呢 还是不乏有一些好的标的 或者是相对热门的标的呢 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那么这一系列的个股 我们也会在下一期和接下来的节目中呢 去跟大家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的收看 以上个股本人均位持有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